欢迎来到功夫者 这期课室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虚拟挺进 好 那么什么是虚拟挺进呢 虚拟挺进就是一个中正的状态 我们要用最小的代价 维持自身平衡 自身中正的一种状态 我们把它称之为虚拟挺进 为什么是用最小的代价 比如说我们像这样 要别人维持自己的平衡 但这不是一个最小的代价 这样的话 可能往这个方向一使力 我就很不容易维持平衡 就很容易倒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状态 就是我比较小的代价 但是我的平衡状态 是维持得比较好的 但是这样 虽然我也在维持自己的平衡 因为我没有打 但这不是最小的代价 这样的话 如果对方往这个方向 施加要大的力 对我来说 我要克服很多阻力才行 但是我这样的话 对方往我施加力 我可以用较轻松的方式 去维持我自身的平衡 因为我本身 是一个决心代价 维持平衡的 是一个中正的 比如说 这样从各个方向 发放 你看我们是正中正的一个状态 前后左右各个方向 你看不管在对方怎么发放 从哪个方向来 我始终就像一根棍子 始终是一个比较中正的状态 但是如果说我这样的话 像这样发 我就很容易 我就很容易摔倒 所以说我们维持一个这个状态 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中正状态 那为什么要虚拟顶进呢 就我看到很多 非常多一些大学 他说要正直 虚拟顶进 这样铁着身子 铁着身子这样打 那么我们就要去装这个字眼了 所以说我们老主宫 他在发明这些词汇的时候 还是非常严谨 非常准确的 我们一定要去考虑一下虚 这个字 虚拟 虚拟是什么意思 就是淡淡的 你要保持这个身体的结构 微微的大提 身体放松 这个状态我们才是虚拟 而不是努力虚拟 很多朋友 这个就不叫虚拟了 这样弄久了 可能都还会头昏了 这样去压高 所以说我们是整个是放松状态 只是微微有点意思 因为如果说 我们没有这个向上领的意思的话 我们是没有一头向上 一头向下的话 我们没有这个走感 没有这个走感 我们可能突出的就是这样 你看 如果说我们这样突出 它没有一根走感 我们的脊柱 我们的身形 就无法围绕着这根轴 来做一个腰的虚拟的凝转的动作 你看 如果说我们有一根轴 我们才好做这个动作 如果说我们这种状态 你看 它是不好做一个凝转状态的 所以说我们微微有一个虚拟 顶静 让其找一根 轴的一根感觉 让我们感觉虚拟 里面是有一根轴的 我们是通过腰快旋转 围绕着这根轴 在做动作 所以说我们要强调虚拟顶静 而不是努力去顶静 一定是虚拟 好 好 撑 sobie